安安安安 等一下有活動喔 高級組的獎金最高有兩千 啊要記得進DC啊 沒進DC的都不算 我都不算是你是參賽者 一定要進DC 然後要開啟直播 我現在宣布 大家可以 馬上開始 有看到一個41等劍士 喔 看來是要打鍋蓋喔 我要打藍水靈 或是打那個 紅色鞭子吧 開DC直播跟錄影是最重要的 因為 你要是不開錄影的話呢 你在DC開直播打到了 可是沒有人看到你打到的那個瞬間 這樣子就不算 所以你一定要開錄影 好啦我現在也 開始打我的了 反正目前獎項有四個 跟各位講一下 獎項有 高級組的 高級組的是要打鍋蓋 紅色鞭子 跟 海神叉 這個打到的話 就是兩千台幣 然後再來是 普通組的有 太極扇 任意卷軸 棒棒果 打到的話 你上角就是十萬封閉 啊三個是分開的 所以變成說 假設說你現在打到 你現在是參賽者 你打到一張卷軸了 對不對 好那 現在你上角了 你給我看你打到卷軸的那個影片 十萬封閉先給你 在實況上面呢 會顯示你的名字 今天你就是打到卷軸的那個得獎者 然後再來是你 剩下還有兩個獎項嘛 還有太極扇啊 然後還有那個 棒棒果嘛 啊這兩個呢 其他人還可以挑戰 但是打到卷軸的人就 不能再挑戰了 好啦我要開始打了 不囉嗦 我今天要打紅色鞭子 今天到底打不打得到紅色鞭子 我今天是鐵的信要打人士 我跟你講 我要嘛就打海神X 要嘛就打紅色鞭子 但我得說 要是你們 打得比我還要慢 要是我先打到的 那那兩千塊獎金就沒了 人士 得跟各位講 那兩千塊獎金 要是被我拿到的話 你們就沒了 所以你們現在是要跟我拚速度 我今天就是要打紅色鞭子 海神沒打到打到P字 好啦 普通組的話 我就不參加了好不好 普通組的話 錢給你們賺啦 欸 藍水鞭會掉P字喔 真的假的 是藍水鞭嗎 一張七八十萬 哇靠 那我 那我突然想要打藍水鞭欸 拿個海神X吧感覺 先打一下 目前已經有五位玩家 開始在打寶了喔 還有人要參加嗎 你可以中途加入一起來打 主播我吊捲了 真假的 你吊捲了 來影片看一下 影片看一下 開台不到十分鐘 馬上被領走十萬元 卷軸已經 被OUT了 兩次 那卷軸有這麼好打嗎 兩次 我從來沒有打過卷軸 我怎麼 你可以隨便打打打到 直接打僵尸咕咕 十分鐘出過兩張 還是說這個太簡單了 恭喜你獲得十萬了 這樣子的話 卷軸已經有人打到了嘛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只剩下太極扇 跟 棒棒果 對 太極扇跟棒棒果 先跟各位講啦 卷軸這個獎項已經要 已經即將要被領走了 開台不到十分鐘馬上有人打到 知道有人打到為止啦好不好 認真的啦 鍋蓋 海神叉 紅色鞭子 三選一嘛對不對 打到為止啦 沒打到我不關了好不好 行不行 其實我比較想要打紅色鞭子啦 因為打大幽靈是 還有經驗 但是那裡有人啊 還是我換頻道打 欸 掉了嗎 喔不是 紅色藥水 沒事 哇靠現在參賽者這麼多人喔 連世 你們仔細看 現在有這麼多人耶 哇現在有十個人在打寶耶 但是卷軸 卷軸這個獎項已經沒了 好啦我要去打大幽靈了 不行我 我真的覺得要換個頻道了 喔 好像沒人 兩件事 這張圖像是我的 兩件事 誰都別想進來 兩件事 這張圖像是我的 這是我今天 兩件事我今天一個 一個裝備都沒有掉過耶 我今天被鎖保了是不是 發生什麼事了 我噴兩個長槍武器好興奮 就是長槍 蛤你已經噴兩箭喔 欸不對 加卷軸你已經噴三箭了 真的還是假的啊 你好像是 生活打寶王耶 我認真問有沒有問題 你們覺得 我加我的觀眾 幾點可以破完高級數 你們覺得 半夜三點起跳 紅色鞭子可以讓我走路變快 但是 我攻擊手 跟腳踩沒兩樣 走得很慢啊 我趕路的時候 我可以來個紅色鞭子 裝逼一下吧 掉掉掉掉 紅鞭 紅色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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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 紅色 好看這邊 這麼多的大幽靈 爆炸劍還可以炸到底下 就 就這一團 一大幽靈了 紅色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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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自由市場 就有一個人問我說 你要交換帳密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好 然後我就跟他交易欄裡面 給他我的帳號密碼 然後他也給我他的帳號密碼 然後我發現 我發現他給我的是假的 然後後來我給他的是真的 然後我就被盜了 我那天滿頭大汗你知道嗎 我就乾娘完蛋了 我被盜了 然後我就不玩了 你們有這樣過嗎 跟別人交換帳密 然後被盜了這樣 現在看下來呢 感覺我就是個智障 知道嗎 現在看下來我就是個智障 有沒有最多裝備獎 噴的五件沒有掉啊 沒有這個獎項 你還是算很帥但是 獎項沒有那麼好獲得 欸我剛是掉裝了是不是 欸我掉裝了 弓箭手無私的帽子 有了有了有了 第一件第一件 喔剛剛感覺 剛剛撿到個藍藍的東西 終於打到了 現在能參賽嗎 可以啊 隨時進來 現在有15個人在打寶 你看15個人 所以其實 等下很有概率 獎項就被領走了 所以要玩了趕快來玩 打不到被關播嗎 直到我挑戰者有人打到 好不好 DC群裡面有人打到了 那我也會 不打了 因為獎品被他拿走了嘛 所以就 不打了 但是 在被打到之前呢 我會一直 持續地打紅色鞭子 再一件裝備 那個裝備 一定是紅色鞭子 但是 我已經看到未來了 海神叉有這麼難釣喔 釣九件裝 然後沒有海神叉喔 其實我也想去打 綠咕咕啦 但我想說 等大幽靈再釣一件裝備 我再去打綠咕咕 但我怎麼知道 他開始就 已經鎖飽了 噴鍋蓋了 認真 趕快 趕快把影片上傳到UIT 真的假的啊 這隻 這隻 一定是這隻 一定是這隻 欸真的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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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太猛了吧 兩千塊飛他莫屬啊 這真的牛 最初的感動 真的打到了 我就知道今天聚集 聚集一撮人來打寶 我就知道 今天是可以打到的 真是無敵 欸普通組的不參加 是不是 棒棒果太極散 不打是不是 好扯喔 3個小時就有人打到了 但是 3個小時就有人打到鍋蓋了 現在火肥有幾個人 有幾個人在打 一堆加一了 快點 太極散了 你們打了 我要回去了 這裡花太多水錢了 我不打了 我不打大幽靈啊 爛幽靈 我 我幽靈絕對是負收益 但是 我剛原本有60萬進來 然後我現在水又快喝完了 等於說我現在又要在買水 幽靈絕對是負收益 根本就不會賺錢的 已經有人打到鍋蓋了 所以這整項挑戰高級組就沒了 兩千塊只有一個名額 是指 紅色鞭子 鍋蓋 海神叉 三選一 只要有人打到 一個 就結束了 就 你後續打到就沒有獎金了 就算你後來打到海神叉了 就也沒有兩千塊了 是這樣的 但是 普通組是分三個路線 他是打太極散 打棒棒果跟卷軸 所以 現在太極散跟棒棒果沒有人打到 是這樣子的 我沒有那麼多兩千塊 如果說你要這樣高級組 紅色鞭子 鍋蓋 海神叉 等於說我要給六千台幣 我沒有那麼有錢 兩件事 哪有給那麼多的 這個比賽 一個小比賽 六千塊太多了啦 普通組是三份獎勵 普通組是 有 太極散 任意卷軸 跟 棒棒果 然後現在任意卷軸已經被拿走了 所以說你還有 棒棒果跟太極散可以打 還有兩個獎項啊 然是 還有兩個獎項啊 希望有人可以打到太極散吧 你掉標了 蛤 哪裡 欸 真的欸 這什麼 迴旋標嗎 這個 哇靠 欸你 你好像有掉寶加貝欸 欸我可以問一下那個 一般的紅色螃蟹會掉藍色雨傘 那藍色雨傘有架嗎 因為我看昨天里歐打到 好像打到好多 喔真的了 我看他打到好多藍色雨傘 那是觀眾打到的 那藍色的到底有沒有架啊 黃色這邊真的是可以裝啦 可以全制法用的 是真的有十支架子 我要去打黃色雨傘 你們先繼續打 雖然說不在我的打寶任務內容裡面 但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跟你們搶獎項啊 所以我去打一下黃色雨傘 好啦我們先來去黃金海灘 爽一下 阿對 他是打到卷軸的兩件事 他是打到卷軸的 小薇 我要給他十萬封閉 快忘記了 現在給他 來 頒獎環節 打到卷軸的 他很厲害 我開台開十分鐘 他就打到卷軸了 所以他 十分鐘就拿走我的獎項了 好啦十萬 第一人 花十分鐘就拿走我的獎項 然後還送我20個箭矢 你當我是垃圾場 是不是 你當我是垃圾場 你當你是垃圾場 誒 有了有 我的日漬票來了 你的日字不要來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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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打得很高 我打得很高 等於是 三百三百兩百三百 三百兩百五 欸 靠好的 好痛哦 不要再撞了 你不要撞了 欸 暈到暈到暈到 275 368 欸欸欸欸 不然我需要那隻豬 水 碰 69然後往左走 等於是 這就是我的計劃 我需要靠這個豬 然後躲過去 靠那個無敵時間 你要是靠那個無敵時間 趕快死啊 喔 死了 YES 我們執行我們的戰術 一左一右戰術 一左一右戰術 一左一右 你去右邊 對對對讓那麼光 對對對對對 他一左右一左右 喔 死掉了 靠北怎麼又沒東西啊 他打太極散了 蛤 真的假的 有打太極散了 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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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真的欸 打到太極散了 哇太強了吧 好扯喔 難怪是到底有沒有人可以 拿到最後一個賞金啊 有沒有人可以拿到最後一個 十萬封閉的賞金啊 有沒有覺得 棒棒果 主播 這是什麼 你給我啊 你給我卷軸 我幫你翻E 我幫你翻E 你卷軸給我啊 我幫你翻E 你用丟的吧 還是怎樣 但沒有趴數欸 這是什麼 好仇掌地氣喔 好這是地氣 恭喜你打到信義區地氣 恭喜你 你可以去領防了 我覺得我已經被 速度激發養壞了欸 原來是 我發現我 他如果沒有幫我速一下的話 我整個渾身不舒服 速度太慢了 好啦今天關台啦 開八個小時了 夠了 阿傑你打到了沒啦 阿傑 只有棒棒果的十萬沒有被領到欸 你知道嗎 好啦好啦 我關台後你繼續打 你不要騙我 你打到錄影給我 我十萬照樣給你 好不好 阿傑加油 關台了 掰掰 拜拜 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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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 阿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